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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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也是我個人非常期待的一個環節 我最近台灣的脫口秀 在YouTube上面 還有各地現場的演出 都非常的盛行 話不多說我們今天就歡迎我們的 博恩的朋友 來 交給你了 各位現場小詩的客戶來賓 大家玩 你看得出來我跟博恩的差異在哪裡 我最近去了一個大學的 畢業生的座談會 很多人會問說 我究竟要先買車還是先買房 我說你先談個戀愛吧 那你失戀了之後 才知道買房跟買車的重要性 你買房跟買車的時候 可以降低你失戀的風險 降低分手的風險 對不對 買房子我沒有什麼好建議的 就是都可以買 但是買車子 唯一指名小吃汽車 謝謝大家 好 接下來呢 我們時間會請到 我們這個媒體部的同仁 跟我一起完成接下來的節目 他們非常認真 讓我們歡迎 我們媒體部的同仁上台 來 這邊好 這邊好 再三樓 謝謝花 哈囉…我是阿呆 大家好 我是怡婷 謝謝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全系男孩 芒果 嗨 大家好 我是阿哲 好 最後位置是我們的泰山 這是什麼打招呼的方式 好 我們接下來會進行一個 即興的活動 你總共有兩輪 一個叫做大喜利 大喜利我這裡會出一個題目 然後我們就極致坐牠 如果你們覺得好笑 就請給牠們熱烈的掌聲 如果你們覺得不好笑 覺得這答案很爛的 就給牠 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大喜利的第一題 2030年新車的標準配備一定有 好 計程標準配備有什麼 好 一拚 來 一拚請往前 自動部駕降噪系統 部駕降噪系統 為什麼 部駕在講話的時候 後座呢 後座 後座要選配 對 要選配 後座要選配 對 好 阿呆 來 請往前 智商測試器 智商 為什麼 就是你要先有智商才可以開始 智商 智商 還要射氣商耶 芒果 也有答案 來 放球發射器 對 放球 對 你跟我說為什麼 找五回家 行車糾紛 那你按我老爸 你按我老爸 巴巴 你先發射啊 你要發 放球發射器 放... 有沒有 是這樣耶 有吧 謝謝 我喜歡 我喜歡 五包 來 準備好了 車身反彈模式 我要對應剛剛芒果的那個什麼 怎樣講出來 放球發射器 對 它如果打過來 我就彈回去 它是放球棍打的時候 也會反彈回來 打到自己 對 在繼續下一個答案之前 我先講一下 它只能我們遊戲開始 那個泰山也是 其實你們在遊戲當中 你知道嗎 泰山先 泰山先 好 你先 好 檔方 LED顯示器 要顯示什麼啦 要顯示什麼 太普通了啦 我們行車要禮貌 那 後面那個喇叭 我們就要寫 放電力 好 好 我跟你講 那你的車要配備 那個放球發射器 還有那個軟體車是 對啦 你覺得答案很爛耶 請給他霧一下好了 好 阿澤 來 準備好囉 板件更換告知器 想說你的放拔換過 放拔換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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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椰子板換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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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就不怕買到事故車了 不怕買到事故車 那老闆就沒工作了 對啊 但你講到老闆怎麼辦 我沒工作 整天都吃不見了 沒有... 那我會賣得更... 放 好 好 客人也買得更安心 謝謝... 可以撕掉 老闆在燉 大喜利的第二題 小吃汽車即將要推出的 周邊商品是什麼 一瓶... 來... 小吃汽車周邊的草 好爛喔 很爛的梗汁啊 這是你 老闆叫你去煮草 然後你把它打包送給人家 沒錯... 削起來了 謝謝 真的很帥... 阿神你是想說先回答完 等一下可以休止是不是 阿呆森吸塵器 阿呆森吸塵器 等一下喔 而且還是粉紅色的 粉紅色的阿呆森吸塵器 你有問過我嗎 沒有問他要傳給你嗎 應該也滿想出的吧 他有...他有社群給你嗎 阿呆森吸塵器 有人喜歡 有人不喜歡的 好... 好 下一個可以對不對 讚... 好 來 小吃汽車請下推出 芒果... 芒果請往前 老闆 吃緊純水 吃緊純水是... 什麼東西啊 哪裡的水 不好說 不好說 對 商業機密 對... 對... 還不滿單耶 還不錯... 然後搭配 小吃汽車周邊的草包 草包 下去泡青草茶對不對 還有沒有 來 苦瓜請往前 泰山菊花茶 泰山... 泰山的菊花茶 你有問過他啊 你很吵 然後又吃緊純水泡 吃緊純水泡那個 泡了進去 謝謝 可以耶 想不到你這麼好 既然都已經講到這個 泰山菊花茶了 泰山你有答案嗎 可披風味道 什麼東西啊 這個是... 披風上面有 柯P的臉 叫柯P瘋 柯P都是超人的 什麼都會 什麼都會 做出回應 沒聲音耶 自銷 可以自銷耶 送我了嘛對不對 對對對... 苦瓜瓜瓜瓜煮瓜號 苦瓜瓜瓜包加 苦瓜瓜瓜樂瓜號 過場嗎 哪裡念是 苦瓜瓜瓜煮 瓜瓜包加瓜瓜 不是不是不是 苦瓜瓜瓜煮瓜號 苦瓜瓜瓜包加 苦瓜瓜瓜樂瓜號 好我們請現場觀眾朋友 直接做出反應 你想買的話請你 薇 Signal 耳虎 stitch 滋梢 滋梢 完蛋 好如果沒有答案 欸你還有喔 你還有答案 柯P N哦 蛤什么東西 柯P N哦 柯P酸的人很簡單 在那邊 單 dwa 那她音色跟她一樣 什麼音色 就是她彈的時候是這樣 欸...對 耶 快酸 快酸 耶 耶 來大家剩這樣 快酸 那個叫混音器吧 那個叫銅清 那個叫仲晴吧 耶 真的欸 對 第三題有點賢詩喔 一片學校畢業給你 校長勉勵全體畢業生的 一句話是 如果你是... 你每次都搶第一耶 你平常上班有這麼認真嗎 沒有... 好好幹啊 好直接就好好幹就對了 畢業之後還是好好幹 沒錯 好有... 這是芒果... 我看到有一個媽媽傻眼 讓媽媽去跟小孩解釋就好了 耶 連男生都看不下去 連男生都聽不下去 糟糕 你太... 欠你之彎 好 各位同學 要當個堅持的人 要幹就要幹一輩子 嘿回一下嘛 相較於這個 他們好像比較喜歡寫音梗 對啊 你們校長來啦 好啦 A.P.學校 出社會要成為一個有求必應的人 雙關硬跟硬 對 對 好 那個阿澤... 各位同學 才看過人 隨時都有個案子可以接 沒錯 大家都有 對 好像還不錯... 好 好 還有嗎 沒有答案嗎 不能勃起 不 請問他不能勃起 他怎麼拍片 就是要拍片 然後只有不能勃起 要敬業啊 拍片的 對 是動作組而已 還有攝影組 攝影組 好... 加油 阿翔加油... 阿翔加油 各位同學 各位客戶解釋的時候 要記得 深入請出 好 我們直接請觀眾做反應 YA 有時候安慶心熟悟 好 她在你身上去拍片 真的 對... 你先下去 拜拜 再來會有一個即興 白兵在入場之前 有寫了一些三個字的動作 待會兒呢 這個三個字的動作 就會變成他們答題的關鍵 好 首先我們來問一下阿丹 阿丹你的車是粉紅色對不對 對 沒錯 你有在路上被挑釁過嗎 昨天才剛被挑釁 又被挑... 昨天被挑釁 對 如果今天你在路上 有一個人開車在你旁邊 把窗子搖下來瞪你 你會怎麼辦 因為做今天事情 讓他知道我不是好惹的 拍拍手 拍拍手 好 今天我拍到你旁邊 好 我窗子搖下來 還有... 不快嘛 那是在穿什麼 但不是很快 要穿什麼 拍啊... 你知道我厲害的好啊 好... 然後就走了 好像不錯耶 阿丹感覺那個脾氣很好耶 還不錯耶 對... 那我問一下好了 如果你生氣的時候 你怎麼讓媒體部的同事 知道你在生氣 如果我生氣的話 我就會... 你在幹嘛 脫衣服 讓大家知道我生氣了 沒錯 1 2 3 有啦 換手做掉 換手做掉 可是我跟你講 你在辦公室脫衣服 大家都會生氣 沒有 芒果應該蠻開心的 對 2 3 3 2 3 2 3 哈囉 阿丹也要玩 老闆想說 你這個吐材子 我告訴你 好 苦瓜苦瓜苦瓜 感覺上你還蠻熱心的 對 有沒有哪一些事情 是這些臭男生指派給你 然後你不想做的 舉例 去買便當 對 你不想去買 如果我不想做某些事情的時候 我會表明一個動作 挖鼻屎 挖鼻屎 他們用我手拿嘛對不對 那我就去挖鼻屎 再摸他們的便當就好了 你還是去買 快 對 對啊 你還是去買啊 我雖然不爽 但我還是會做 小心一點啦 挖到鼻屎 芒果妳感覺酷酷的耶 妳有沒有想過 在公開場合就一些很帥的節目 我就要做這件事情 跳跳舞 跳跳跳 跳跳跳 1 2 3 2 快招作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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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題你有想法嗎 老闆有嗎 有啊 身為一個公眾人物啊 對 肯定是有一些動作 常常需要這個 跳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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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多人面前 我們是不是跳3F 跳3F 你們現在這個困難點在哪裡 我們不是隨便叫一個人上來 他就有辦法跳3F 例如說 如果小坦 你上來跳3F是OK的嗎 那我小坦想要做別的事情 有可能 小坦是想要做別的事情 小坦想要做別的事情 小坦你想要在舞台上 做什麼事情 轉3圈 你跳3F 你轉3圈啊 我跳3F 你轉3圈 1 2 3 不是 我就知道我們今天的來賓 都很善良 都很單純 接下來換到宜萍 媒體部裡面最活潑的成員 我想要問你一件事情 你怎麼在辦公室裡面 讓人家知道說 我累了 我想要休息 我如果在辦公室累的話 我就會做這個動作 摸屁股 摸屁股 太累了 去前面摸啊 去前面摸怎麼摸 怎樣 怎樣累 怎麼摸 怎樣累 怎樣累啊 那你會建議芒果幫你摸嗎 可以嗎 現在不行 現在不行 我覺得 怡萍應該是這裡面最會告白的人 我可不可以請你分享一下 你平常告白的手法是什麼 一定會講這一句形容詞 所以你看到一個對象你也喜歡他 你會跟他講 超小隻 超小隻 怎樣 超小隻 什麼叫超小隻 請解釋超小隻 小隻啊 怎樣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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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要講什麼 超小隻的 好可愛喔 可愛 小隻嘛啦 小隻嘛 沒有抱起來了 抱起來作弓家族 阿呆 阿呆好像也單身三年了 對 有沒有遇到喜歡的人 可是你跟他講了什麼 你們就沒有聯絡 最近曾經有一個遇到一個女生 然後我跟他講這句話 他就不理我了 你超級娘 超級娘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在什麼狀況 你就對一個女孩去說 你超級娘 他就像我娘了 他像你娘 對... 你不喜歡這樣子的 你喜歡像館長的一種 太大肆 抓起來很大肆 這樣子 阿呆 下一個來 阿呆 你喜歡什麼樣的女孩子 可愛愛的 可愛愛嗎 可愛愛還是 可愛 可愛的女孩子 假設 假設這一個可可愛的女孩子 在你面前 她跟你說了什麼 然後你就會覺得說 我也要跟你在一起 有夠娘 我就會答應她 有啊 為什麼 阿呆可以跟你說 超級娘 你就可以跟她在一起了 我不要吧 來試一下 阿呆你跟她講超級娘 你們就有男朋友 也有女朋友了 超級娘 答應你 謝謝 你們有沒有什麼 要問老闆 跟老闆娘講什麼話可以 我如果要讓她開心的時候 我就會跟她說 你超級黑 超級黑 超級黑 戴著她的雙眼 烏烏烏的黑眼珠 合你的笑臉 怎麼也難忘記你容顏的轉變 好厲害... 再來 芒果 你應該也不需要告白吧 應該很多女生 會直接跟你告白 應該都是男生跟她告白 真的假的 不要亂說 那男生應該想說超級娘 她如果誇要讚我這句話 如果誇要讚我 我會拒絕她 有夠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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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就是有夠讚 因為我這個人是很力求進步的 所以我永遠不滿足我的努力 技術 你們到底懂不懂女生 女生你一定要對她稱讚 某一些東西 她們才會開心嘛 你要對她稱讚 超級伴 能幹 超級伴的意思就是 能幹 啥呀 能幹 那最後我們有一個 加碼的大使力 由老闆跟老闆娘來做評判 我說了一句話 讓小事老闆笑翻了 這句話是什麼 好 請你們亮牌 生日快樂 好棒 好棒